2月1日是張敬軒軒功的42歲生日 日前他就獲過千歌迷和他提早慶生 經過連串慶生活動之後 這日他和周興哲、馮允謙、陳雷、林凱玲 一起出席活動時 說到今年的生日都相當開心 開心呀 今年生日 可以遊遊公開 接著有人請吃飯 又收禮物 很多年沒過生日 那些禮物收到 今年呀 哇 開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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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錶 有老闆送我們的錶 接著頸巾呀 大量的薪製 我今年都一直沒想到送什麼給自己 那但是…送個健康身體給自己 今次COVID 也真的很多反思 是的 就是… 特別是現在呢 菌經常都變了 所以我想自己会 今年是锻炼身体的一年 会开始做健身 去多些做运动 轻功早前确诊 体重婴儿跌了八公斤 所以康复之后 他都积极做运动锻炼身体 接下来轻功会去伦敦开展 还会和父母同行 原来他们是首次一家三口去旅行 这么大的儿子 我们从来没试过三个娃娃去旅行 通常都是爸爸没有空 或者妈妈没有空 小时候 但是今次 而且因为家里两只狗都走了 所以终于他们可以走得开 今次我自己就应该会住一些 起码有厨房的地方 因为爸爸是自己要包饺子 去到哪里 世界任何的角落 他都是要包饺子的 你需要带姐姐去吗? 我会非有姐姐过去 要照顾 因为爸爸现在行动 并不是说他没有东西 他可以走的 但是多个人照顾他 还有 但怕不怕爸爸吃 不管姐姐的东西 不会 姐姐那些全部是面粉 不是吗? 对啊 所以很对啊 淀粉放题 冯韵谦和周兴哲 都即将首到在洪馆 举行自己的演唱会 Eric就率先来香港 搞粉丝聚会 为演唱会如热 会有什么粉丝节的? 在这个粉丝见面会? 会有很多跟粉丝玩游戏 互动 然后也会唱很多首歌的 算是一个就是 给粉丝一个VIP的一个互动 能力唱那些粉丝花的歌吗? 这是秘密哦 就是我们 我们在每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 都会准备 for them的歌曲 所以 香港也会有 独特的这个 just for香港的块 这你的歌单是准备好了吗? 我的歌单 对了 差不多准备好了 现在就准备 健身啊 然后 练团 准备进入这个演唱会的模式 是不是 都会减入你的肌肉呢? 在你的洪馆演唱会 对 因为这次有可能要脱衣服 所以 对 如果来有机会 就看到我的肌肉 至于刚刚回了加拿大过年的阿J 就说自己增绑不少 他积极保持肌肉的同事 也努力录身状 最近就很无聊 但是无聊是开心的 开心无聊 对啊 很勤力 是不是准备三月的演唱会 我觉得也是的 但是主要是因为在加拿大 吃肥了 吃肥了一点 这个演唱会可能都会 扫下机的样子 会不会扫下机 我觉得 看看粗成如何 但是我自己主要是粗 想fit一点 是因为第一次开红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状态很严重 而且真的 我觉得因为 一个这么大的场景 其实需要很多力量 很多energy 所以我也要粗一粗 但是红光演唱会之前 会不会出一首歌 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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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录了一首歌了 录了新歌了 然后接下来就 看看能不能尽快拍 但是接下来也要拍MV 其实明天就拍MV了 所以就很平坡 所以都很忙 但是是开心的一种快乐 是 他说他会飞回来的 那应该就会飞 因为我已经预计了机票了 是 我自己出机票 如果 我帮他按的 我帮他按的 所以如果他 如果他不回来 我就会很失望